本科的星鏈聽說要等不知道幾千萬顆掉進去嘛 他的手機為什麼都在那裡風聲風聲說要出、要出、為什麼沒出 等他的星鏈全部布局好之後 全世界即將在他的手上 全部的星鏈、全部的通訊的東西、低控衛星 全部都在手頭上、三國幾頭 那時候蓬國的股票有可能就會變成要承受核彈籍的那個 但是也有可能啦 有可能他和他合作也都不一定啦 所以為什麼你看特斯拉的手機子 目前那個什麼? 網路上 你看那個機子做得不出 有真的但是都沒有對好評 真的假的你不知道 星鏈都用好時 他現在已經開始在你風聲 用星鏈上網 一國月初會二、三多 二、三多太貴了嘛 對不對 他一定會降到 因為你4G、5G你還用機器台賣付 以後絕對是完整的 但是現在世界最怕 我看了一個新聞 後面三人就好 這人剛才來講專題 他看烏二在打仗 他那個人他不是不用錢提供他用 那就是什麼 不用錢的一個工程師測試平台 那同學了解嗎 你一個產品研發出來 你說兵工人要叫網紅適用 反正你叫比較紅的 你還要付錢嘛 但是烏二那邊來說 全世界的東西都是用在他們身上 兵器也不用錢嘛 用空拍機嘛 打仗嘛 全世界的戰役就第一次嘛 對不對 用空拍機沒有在裡面 打到他一個在投降什麼 用那個空拍機 還有連絡那個什麼 對方來打 還有用Google嘛 網路一關掉 俄國完全沒有辦法 失去通訊嘛 所以這個東西很恐怖 是他現在已經介入到軍事化的東西 他已經贏過軍事衛星 你看地空衛星 所以地空衛星你看 所以他後全世界 馬斯科出來算就對了 他就贏了 後錢有錢什麼都總有嘛 他都會覺得說 你看他很多特斯牌的專利 也有風雄都沒有風雄 你不可能說不用錢 他就是要什麼 像以前我們高中 大概二十多年前 AUTOCAT時代 AUTOCAT專撲 加工科大家 講AUTOCAT R12 R13 有沒有 CAT CAT 後面後 專撲 工科的人出來 為工程製圖的出來 大家都AUTOCAT AUTOCAT 一圖聽說 不知道是六十萬 幾十萬一百萬 他做建局輸掉 AUTOCAT AUTOCAT 所以 他現在在用這個什麼 免費試用的概念 有了解嗎 比AUTOCAT好用的東西 很多的概念 是有什麼 不會普及化啊 對不對 微軟就是這樣 讓你習慣了 你有什麼Linux 什麼什麼東西 今天你就用不習慣了 沒辦法有一個財團 去把它整合 你敢不然開那麼多 百萬去整合一個 免費的作業系統用 沒辦法 但是你說整合免費的作業系統出來 白白都學生給你預言 以後的電腦 二年之後 絕對沒有作業系統 他只有開機上去 USERN POS 來 Linux到九個時 電腦後 電腦 手機都不動 全部都是雲端 電腦一打開 就只有USERN POS Q一秒 啪就一支 就開機了 密碼Linux到九個時 打了之後就好了 然後你要更新 有啊 他的作業系統什麼 你要更新 他直接月租會跟你綁約 他也不怕被盜版 我跟他說 微軟後面絕對會怕真正的 因為後面我會有2% 你知道嗎 就是這樣子